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ba 讀聖經 闊別了大家三個多月 自從去完日本之後 就沒有再錄影片 去到2024年開始 希望堅持回來 希望堅持回來 錄完這個獵王機 獵王機自從猶羅波安和羅波安上一場之後 分裂了南北角 那個記載也不會像所羅門那麼juicy 講很多很多建造星殿 建造皇宮等等 好像一些很簡短很簡短的 記載歷史人物生平 也會記載他成計自誰的老爸 然後在位的一年 highlight少少 少少他的知識 但所不同的就是 你可以理解為一個道德標準 或者是宗教信仰的標準 究竟他是不是走在神喜悅的道路當中 也會有一個所謂的world model 就是以大衛的標準 來衡量 究竟打後 無論南國或北國的軍王 他們是乖還是頑皮的 大衛生平 無論是看宗教信仰 或是聽我之前分享的宗教信仰 打仗很厲害 但同時間不單有自己的私心 也可以很殘暴 可以很奸任努力 各方面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 當我們看《列王記》 如果有個錯覺 令我們覺得大衛 因為作為神的標準 標準 所以他們就完美了 為他們去說行 很多做得衰格的事情 我們都說 其實都是這樣 他只是人 但當他做得好的事情 就賺到天上有地下沒有 其實不需要這樣 你當他是一個合格的標準 合格的標準 60分 70分 視乎你考什麼牌 作為軍王 應該要好一點 你當他75分 100分為滿分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衛標準 於是你繼續看《列王記》的時候 你就可以以這個標準 來衡量究竟那些王是做得好還是不好 有時他會有很詳細的交代 有時你只有信他 他眼中有惡的事 做了什麼 不知道 It's okay 就只有這樣 因為沒有記載 你沒有辦法 你唯有留待 將來如果考古 發掘到某一些文獻 各方面 假如還存在 你才能夠一絲一放 找到一二 在整個經紀載裡面 只有兩個王是大衛標準 即是超過75分 可能80分 85分 於是你又可以研究 究竟如果聖經說他們是高過大衛的水準的時候 那他又做了什麼 而又做了什麼 然後你自己又覺得他真的高過那個標準呢 而同一時間 聖皇記不單只是記載這些東西 其實是被後面打候下來 無論是軍王 做領袖 又或者是以色列的百姓 即是整個信仰群體 來看看一個合神心意的領袖 或者是不合神心意的領袖 不是在上掌權者 一定要信服的 這個標準是什麼 以使我們以史為鑑的時候 能夠永遠 嘗試走在神的正路裡面 這個就是聖皇記的目的 這裏交代了 他在說的就是 北角耶羅波安王還在位 第18年的時候 然後南角 羅波安頂了 然後他的兒子上場 這就是所謂的孫子 他在位三年 三年不是很多 很少 母親是阿沙龍的女兒 馬加 阿沙龍大家都知道是誰 有瑟根家 就覺得 這個阿沙龍 不是大衛另一個兒子 半變 然後就死了 因為聖經文明記載 他那時候是母兒母女的 但同時 有些細緻 就會說到 阿沙龍好像真的有個女兒 還挺漂亮的 叫做馬加 究竟這裏是否呢 我自己的解釋就是 應該就是 以前的黃銳 大家互相來通婚 是很常見的 配合自己的表親 各方面 第一點 第二點 意思是不覺得亂倫 如果你覺得亂倫 你就不會容許這件事 第二點 如果他不是真的阿沙龍的女兒 或者是另一個人叫阿沙龍 然後那個女兒 他一定會交代 為什麼一定要交代 因為當你看聖經的時候 所有讀者 一定會 refer to那個阿沙龍 不會refer到其他東西 但如果你不交代 那就是他 等於 如果你現在 告訴人 巴菲特 或者拜登 什麼 人家一定refer到 那個拜登 或者那個巴菲特 除非你交代 很正常 很Logical Anyway 這樣就沒有放了 亞比央和他父親一樣 做盡一切惡事 沒有像他先祖大衛一樣 專心珍惜地信服主上帝 這裡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 聖經很多時候 連他的事跡都不會怎麼說 只說他就是惡 當然 我們不應該 老鬱他 壞事做盡 所有事情都押在他身上 他都做過 既然這裡說到 好像他父親一樣 我們值得思考 他父親做了什麼呢 就是羅波安 他就搞到整個國家分裂 為什麼會搞到整個國家分裂 因為 所羅門的時候 已經 農民傷財 叫人大興土木 各方面 令到很多國民 收重稅 負擔很重 於是才會有 十個支派反叛 跟從了這個 熱流波安 從這件事去看的時候 似乎他可能都是 一個大興土木 令到民怨沸騰 的一個王 就不應該 或者可能 不是因為涉及爆仗 跟列國爭戰 又打敗仗 那類型的一些 打敗仗 未必是一定的聚 那些事情 就未必一定 關這個亞比央事 當然聖經沒有說 但是 我們 重點就是 不要老鬱他 但是同一時間 既然說是 似他老爸的時候 應該是這個 但是 主於他的上帝 為了大衛的緣故 給他在耶路撒冷 由香燈繼後 所以 令耶路撒冷 壯大 讓他後代 接觸他做王 這裏也要承接 同樣的說法 有提到 這個 羅波安 就是 當先知 說給耶路撒冷 我分十個支派 給他 他就說 我眷顧大衛 所以 令到他 能夠有人計位 而且 有兩個支派 會繼續 追蹤他 第四節 是 這個 所以 你看到 除了 君王 惡的時候 他是不是一定會承受惡果呢 不一定 但是 這個可能是 神任憑他 但是同一時間 也可能是 神 捐污他的 因為大衛 除了在客人烏利亞的事上犯錯情愛 他一生所做的 都是主 認為對的事 沒有違背主的命令 這裏 就說得很誇張 但是 正如我所理解 再加上 就是 你看回薩姆爾記的時候 他就 似乎 不是一個 這麼完美的人 也都不僅是 客人烏利亞 這件事 就糟糕 這麼簡單 而 客人烏利亞 就不僅是 糟糕 糟糕了幾年 或者延續到 他的 兒子女女都有一些 行為不檢的地方 各方面 你 視大衛為一個合格的軍王 就會好過 視他為完美的軍王 雖然合格要求都不小 雖然合格要求都不小 雖然 你讀之前 你就看到 耶羅波安和 羅波安 沒有打到 第一場最主要的戰爭 因為他要拖馬 拿回國 然後 他就說 走了 真是神的心意 你不要再搞妖了 但是 看回第六節 Contra the whip 之前 其實 他們 沒有一個超級大 決定性的大規模戰爭 但是實際上 就有很多很多小規模的戰爭 就make sense 連續到他兒子 即是羅波安的兒子 亞比央的時候 都跟耶羅波安 繼續有打仗 同一個民族 你可以說 只不過是不同的支派 但是 就你殺我我殺你 這個在歷史上 都經常發生的 在這種 你殺我殺你的情況下 令到整個國 來互相耐耗 互相消耗 這可能是 亞比央的其中一個惡 就是 承繼了他父親 不是兄弟 或者不會憐自己的兄弟 其中 在 舊約的先詩書裡 都有提醒了以色列人 其實 就不是神中意的一件事情 他三年就拜拜了 他繼續重新提醒這件事情 這個王做得久很多了 41年在位 阿山 效法大衛 做主認為對的事情 接著 你懂得看 究竟他做了什麼 對的事情 他清除國中所有賣淫的男女 他這個不錯 賣淫的男女 中文和合本 叫戀童 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他叫戀童癖 另一件事 除了他祖先 所為留下來的 就是清除了 令到道德風氣 沒有那麼敗壞 最近 就 有些 好像學校 搞到 這個信和 要取替了一本漫畫書 那本書 就講一些嘻嘻 大叔的愛 那類的 那 就是 顯年大波 就覺得 一些 宗教團啟 道德L 耶L 那些做得不好 但是 在聖經裡面 就 不只是 一本 書 漫畫 故事 這裡是講一些賣淫的活動 還有 他 當時的一些賣淫活動 都跟宗教是有 息息相關的一個關係 是在當中 當他除去的時候 就 在 眼中 就看為正 扁了馬家的太后之位 因為 他做了可憎的阿瑟拉上像 阿薩 砍爛了偶像 拿去吸鱗溪那裡燒了 雖然 他沒有拆毀優坦 但是 他一生都忠心服侍著 這裡 又講到 他是 除去偶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偶像 原來 就是 他的祖母 就是 阿薩龍的女兒 就是 有很可憎的偶像 阿瑟拉雅 各方面 他 就把他全部 清除了 這個 也是 他定義跟從 耶穫華神的表徵 或者一些行為事跡 如果你這樣 以此推算的時候 你又推上去 他父母 亞比亞 羅波安的兒子 他似乎 都是 融養他的 母親 繼續 拜偶像 各方面 其實 索羅門 都已經是這樣 融養菲笨 繼續拜偶像 各方面 耶穫華 所討厭 去到 他的曾孫 就來 出手 來打壓 這些事情 關於 爆仗 遲些有機會 再講多一點 尤其是 伊利亞 那個時代 現在純粹 你就知道 他是清除了一些事情 就像我以前的 我婆婆 當他 初遵守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拜日本佛 不是泰國 不是中國 他居然是拜日本佛 你 你看日劇的時候 有個叮叮 一叮 每天早上 就去祈祷 祈祷 奉祖先 那些 就是那些 到他信了耶穌之後 他就丟了這些 找個牧師來祈祷 有些類似 他又將他父親 跟自己所分別為聖的金銀器名 都力去聖殿獻上 這個你當他是奉獻 阿薩在位的時候 經常跟以色列王巴沙爭戰 以色列王巴沙來攻打猶大 收足拉馬城堡 不准人出入猶大王阿薩的邊界 於是 阿薩就收集了聖殿和皇宮虎庫裏面 然後就拿出來 不夠錢的時候 在聖殿那裡拿出來 那究竟聖殿那些錢 是當你分別為聖系奉獻 還是 其實 是 你當一個存款戶口 找另一個人 打自己的壽家 便哈達是他伯利弘的兒子 欺秦的孫 阿薩的使者對便哈達說 我們的父親數有邦交 讓我們也替結盟約 看看 我奉上金銀做禮物 現在請你取消 和以色列王巴沙所定立的盟約 以前那些混戰的關係 就是很利益化的 當你覺得有利益的時候 就會同盟 沒有利益的時候 便會打你 又或者當兩軍相戰的時候 背後插你一刀 又有好處 又有錢收的時候 便便會 他相繼攻陷以魂 但 阿伯伯馬加 基尼列全紀 立 佛他利全紀 巴沙接到消息 立刻放棄收足賴馬 回斯得殺 你想起的時候 便會覺得很刺激 亦都好像一些TV劇 那樣 明星班公司 兩兄弟的鬥法 然後 他的弟弟 想爭大哥 於是便去找一個外人 去造垮大哥 最後 那個外人 就佔了好處 然後造垮小弟 你覺得是超級不合理的 尤其是 出出都是這樣 就覺得想訂電視 但其實在歷史上 很多時候 都會發生這些 這麼愚蠢的事情 真的很愚蠢 但是 他們便會這樣來做 阿薩跟著下來 舉國上下出代 沒有人准寬便 將巴沙 在拉馬城 收足所用的石塊 和木材 全部搬走 用來修建 便雅民的加巴城 和米斯巴城 其實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都是一個 蠻聰明的做法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打贏呢 以色列在北面 尤其在南面 然後上面就是阿蘭 他找這個來兩軍夾擊 以至於他不能夠 邊場莫及守南面 南面就有雞少少 於是趕回救回北面 圍藝救治 然後就輕輕鬆鬆地 還可以拿別人的材料 來加固自己的勝場 阿薩在位的其餘事跡 他的工業 和他如何興建成一 都記載在猶大諸王記上 阿薩年老的時候 患了腳疾 死後葬在大衛城他祖先的墳墓裏 他的兒子約沙發繼承王位 OK 讀到這裡 似乎列王記 沒有鞭策他 他仍然覺得 他是行為眼中捍衛症的事 On the other hand 如果你看回歷代子的時候 他記載這段事跡 就沒有這麼正面 至少不會這樣 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沒有再去鞭策他 指責他 對他非常之失望 認到阿薩晚節不保的一件事跡 這亦反映了 在獵王記和歷代子的角度上 有少少不同的 歷代子主要是說到 敬拜上面 如果王對聖殿是好 是乖的時候 那就是第一 但是獵王記 多些是民生上的一些事情 所以 所以 對於他 將分別衛星座的一些金錢 拿來做軍費 或者是用來收買其他營的時候 就當他是natural 為什麼也好 當你看看獵王的歷史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Juice 可以看 亦都可以對比起不同的書卷 他們的評價各方面 同一時間 反思我們自己的人生 究竟 你的行事為人 是不是 神眼中看為正 看為善 以及 喜悅的事情呢 有段時間 結果 未必一定是最正斗的 但是 同一時間 究竟 你去決定這件事的時候 會不會 跟從多些神呢 同一時間 有時候 可能有些事情 跟神似乎是沒有關係的 你怎麼去做呢 另外 阿薩這件事 亦都可以看到 就是 你那個budget 用錢的時候 有些錢應該 在神的工作上面 會不會挪用了呢 你挪用了的時候 你可能會用獵王機去解釋 就不要用歷代之理解釋 讓你又可以過到骨 會不會這麼划算呢 這些都是一些 挺juicy的事情 可以來思考 當然 人呢 就 不是 完美 神也都不需要我們 用一個絕對完美的眼光 要不然我們都不需要主義 是基督的卸臉 但是 但是 如果 廖宏記可以讓我們參考的時候 這樣 至少 至少 會作為一個 非常大的提醒作用 也都看到 即使我們行差踏錯的時候 如果 神有個 風聖的憐憫的時候 我們 會不會回轉 以及 我們會不會 感恩大德之下 將來 會做多些 神夏宗看為正 看為善 神喜悅的事情呢 今天回到這裡 歡迎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比利巴拉套